10月12日,中国民用航空局在北京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,相关负责人介绍,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自正式投运以来总体运行保持良好态势,会发生不安全事件,航班始发正常率,放行正常率保持较高水平。 截至10月10日,大兴国际机场航班累计起降1237架次,日均80架次。进出港旅客达到了18.7万人次,日均1.24万人次。进出港行李共计6.03万件,日均4000件。平均航班放行正常率98.17。 9月25日,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运,投运不久经营国庆大考。刘春成介绍国庆假期,大兴国际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504架次,日均72架次,各项工作保障顺畅。 10月5日,机场迎来投运后首个旅客出港高峰,出港旅客达到了7000余人次。 10月6日,迎来首个旅客的进港的高峰,进港旅客达到了8000人次。进出港总人数达到了1.49万人次。 值得一提的是,自投运以来,大批游客前往大兴国际机场打卡。 据统计,国庆期间,大兴机场共迎来47万游客,与出港过减的游客比为13比1。 刘春成指出,尽管如此,大兴机场依然运行平稳。 这里面还是有一组数据,9月30号到10月6号这7天,始发航班正常率和放行正常率,刚才我在通报的情况的时候也说过,双百,两个都达到了100%,从数字情况来看,游客对旅客的运行,旅客的出行,应能说确实影响不大。 此外,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了中国民航启动最大范围空域调整后的运行情况。 10月10日20,中国范围内,共调整航路航线超过200条,调整班机航线走向4000多条,形成了新的空域运行环境。 此次空域调整,北起中蒙边际线,南至桂林管制区,西起内蒙古西部,东至大连管制区,东西横贯1350公里,南北纵化2200公里,调整航路航线200一条,调整后的航路航线新增里程约4700公里。 文学正补充道,调整过程中,涉及新旧航路航线设备切换,该项工作已在10日凌晨20前完成,目前设备运行正常。